这个小男孩是一个来自地狱里的恶魔 他是在二战末期被纳粹分子从地狱之门中所召唤出来的 他本该在纳粹分子的培养下成为毁灭人间的大魔王 可现在就成为了一个和普通小孩无异的乖宝宝 因为在纳粹德国被覆灭后 男孩就被一位眼镜教授给收养了 在养父七皮狼皮带的贴心照料下 恶魔男孩懂得了是非善恶 这天地狱男爵在睡觉前非要养父给他讲睡前故事 然后眼镜教授就给他讲了一个关于黄金军团的故事 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 人类和精灵族为了争抢地盘进行了多次战争 精灵族在战争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就在国王一筹莫展之际 一名哥布林铁匠大师就提议 打造一批黄金军团 为了不被人类欺压 精灵国王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 很快一批不知疲倦和疼痛的机械战士就被打造了出来 在这批战无不胜的军团面前 人类最终一败涂地 不过精灵国王看着遍地的人类失守 他还是心软了 精灵国王主动和人类签署了永久停战协议 包括那个可以操控黄金军团的王冠也被一分为三 其中一块由人类保管 两块由精灵保管 然而国王的做法却使精灵族王子十分的不满 他失望的离开了精灵族 准备时机成熟时再度现身 养父的故事让地狱男爵听得心满意足 但他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记载 精灵族的王子也一直都在黑暗中默默等待着时机 时间一晃过去了好几十年 地狱男爵已经从小伙子长成了一名猛男 并且他还谈了个会操控火焰的女朋友小美 两人都是在秘密部门五十一区工作 他们的工作内容就是专门对付那些非正常人类的敌人 这天一直潜伏在黑暗中的精灵王子终于决定要出山了 因为随着时代的不断变换 当年那枚掌控黄金军团的王冠碎片 现在已经流落到了拍卖行里 精灵王子带着助手猩猩怪 很轻松的就消灭了拍卖行的安保人员 在拿到王冠碎片后 王子还释放了大量牙签怪进行了杀人灭口 这件事情很快就惊动了五十一区 地狱男爵等人奉命来到拍卖行调查线索 看着满地的尸骨和血浆 众人本以为又要面临什么大怪物 可结果大量飞出的牙签怪 直接就把他们搞了个措手不及 枪支弹药在这群小怪物面前几乎没多大作用 一些不重要的炮灰角色开始接连领了盒饭 最后还是小美让人鱼躲进了保险库中后 他立刻施展了大招烈焰风暴 这才消灭了牙签怪 另外一边 王子已经拿着王冠碎片回到了精灵族 他恳请父亲重新召回黄金军团向人类开战 因为贪婪的人类正在不断地砍伐树木破坏生态 不过对此国王却觉得 人类只是数量太多生活所需 其实他们也在极力的保护环境 我们不能撕毁停战协议 国王和公主全都一致反对王子的做法 甚至为了遵守承诺 不惜对王子下达处死令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王子在黑暗中十年磨一剑 早就已经练了一身出神入化的武艺 再加上他的得力助手星星怪的帮忙 很快就消灭了国王身边的守卫 为了拿到王冠碎片 王子更是不惜杀死了老精灵 一旁王子的妹妹见状 则是带着另一块碎片迅速离开了 而为了弄清楚究竟是谁屠杀了拍卖场 政府部门向五十一区派来了一名 由气体所组成的指挥官阿气 阿气利用自己的神奇气体 复活了一只牙签怪 从他口中众人得知了 牙签怪是被人从巨魔市场买来的 巨魔市场和人类的市场不同 那里所生存的都是一些奇形怪状的生物 不过好在无论是男爵还是人鱼 又或者是阿气 他们看起来也都挺像怪物的 所以三人很快就潜入了巨魔市场 在这里人鱼发现了同样逃亡此处的精灵公主 可能是俩人都有独心术的原因 人鱼和公主在手掌触碰的瞬间 就明白了彼此的身份 可还不待俩人有太多的交流 猩猩怪就追杀了过来 不过有男爵这个大块头在 倒也不用太过担心安全问题 双方都是拥有着一条强壮麒麟臂的大力士 每次对拼都是全力以赴的重拳出击 而且拳拳到肉都不带防御的 虽然不带防御的 但又没说不带闪躲的 只见男爵一个闪躲 就把傻乎乎的猩猩怪给坑死了 接着一个小怪物把这件事告诉了精灵王子 王子把男爵等人给拦了下来 然后就拿出了一个精灵豆 别看这个豆子只有几厘米大小 可公主在看到后却非常害怕 因为当他遇到水后 很快就会成长为参天大树精 拥有着强大破坏力以及愈合能力的树精 使得整个街道陷入了一片混乱 就连男爵也不得不带着一个被救下的婴儿拼命逃跑 不过阿气很快就观察到了树精的弱点 是他头部的亮光 对此我只想说 你他喵的这弱点 长子也太显眼了吧 然后男爵就一枪击中了树精的头部 消灭了他 回到五十一区后 公主拿出了既在黄金军团位置的地图 可奇怪的是 地图上面却没有任何标记 就在公主感到奇怪的时候 人鱼满眼爱意的走了过来 原来他早就对公主一见钟情了 公主似乎也对仁鱼有着不小的好感 只是俩人都是恋爱经验为零的小白 所以很快就因为太过紧张而结束了谈话 为了获取公主的芳心 仁鱼找到了男爵请教恋爱经验 但很明显 他绝对是找错了人了 因为男爵此时也正在为小美莫名生气而发愁着呢 来兄弟 干了这杯啥也别说了 一切都在不言中 然而就在两个大男人为爱喝酒买醉之时 精灵王子却已经默默杀进了五十一区 因为和哥哥有着心灵感应 公主赶紧烧毁了黄金军团的地图 并把王冠碎片藏进了一本书中 可让公主没想到的是 那份地图本来就没什么用 真正记录黄金军团位置的 竟然是装地图的铁桶 不过就在王子即将把碎片也找出来的时候 公主按下了警报装置 众人快速赶了过来 把王子团团包围 就在男爵打算痛下杀手之际 仁鱼却告诉他 公主和王子俩人同命相连 如果王子死了的话 公主也会一起死掉 在仁鱼的要求下 男爵只能非常委婉的和王子战斗 然后没一会儿 他就被长枪刺中了心脏 王子威胁仁鱼 想要救男爵和他心爱的公主的话 就请拿着王冠的碎片 去黄金军团的位置找他吧 王子走后 仁鱼尝试着取出男爵胸口的枪头碎片 可这个碎片就像是有诅咒一样 只要一触碰 他就会往心脏的位置移动 看来想要拔出碎片 还是要找精灵王子才行了 此时仁鱼凭借着感知能力 已经找到了王冠碎片 但他却没有把这件事禀报上去 因为上级是绝对不允许碎片 落入精灵王子之手的 而小美为了救男爵 仁鱼为了救公主 俩人就一致决定 偷偷去找精灵王子进行交易 不过就在俩人打算带着男爵出发时 阿气却发现了他们 小美本以为老玩过阿气 肯定会阻止他们 正准备反抗 可结果这次 阿气竟然也任性了一回 决定不遵守上级的命令 因为他曾经也因为太过固执原则 从而失去了挚爱 所以能够感同身受的他 决定要帮助小美和仁鱼 很快众人就来到了 黄金军团的大智位置 就在他们为找到出口而发愁的时候 刚好遇到了一个收集怪 收集怪表示 他知道精灵王子在哪 但想要他指路 必须要拿宝贝换才行 小美连续拿出了几样东西 结果收集怪都已经有了 不过很快收集怪就说 他看中了男爵胸口的碎片 而且他认识的一个人 刚好能拔出这种碎片 技能指路还能拔碎片 这不巧了吗 在收集怪的带领下 他们遇到了一位女巫天使 对方告诉小美 在预言中 男爵以后将会毁灭这个世界 现在他必须做出选择 是救男爵还是救世界 面对这种选择 小美没有丝毫犹豫选择了救男爵 因为在第一步中 男爵就曾做出过成为魔王和保护世界的选择 他相信男爵一定不会成为毁灭世界的人 在做出选择的那一刻 碎片也自动的到了天使女巫的手中 可奇怪的是 男爵却仍然没有醒来 为了唤醒男爵 小美就把自己怀孕的消息说了出来 然后男爵瞬间就醒了过来 开始努力上班了 在收集怪的带领下 众人很快就找到了精灵王子 可就在众人打算与之好好谈判一番时 人鱼为了救心爱的公主 却直接把碎片扔给了王子 如今三枚碎片终于全部凑齐 而在王冠被合成的瞬间 休眠多年的黄金军团也终于苏醒 王子命令黄金军团消灭众人 虽然男爵等人极力反抗 甚至阿气还能附身在某个黄金战士体内 操控着他与同类战斗 可面对庞大的黄金军团 众人还是渐渐落入了下风 尤其是黄金战士即使被打成了碎片 也能照样自动组装复原这点 才是最难对付的 不过就在这危急时刻 男爵却突然向王子发起了挑战 原来王冠的拥有权是可以被别人所争夺的 面对男爵的挑战 王子非常不爽的表示 只有王是血脉的人才有资格挑战 你算老几啊 王子并不知道 男爵不仅是恶魔之子 更是亚瑟王的后裔 这些在第三部中会有详细的答案 而看着突然静止不动的黄金战士 王子也只能接受挑战 这次的战斗 男爵既没有喝醉 也没有太过手下留情 反而是王子因为被不明身份的人挑战 他则在战斗中被愤怒冲昏了理智 男爵故意在机关之中各种穿梭 很快就抓住了机会 一击将王子拿下 看在人鱼喜欢公主的份上 男爵并没有杀王子 可就在男爵转身的时候 王子竟然打算搞偷袭 如此不讲武德 就连公主都看不下去了 于是公主直接选择了自杀 把同命相连的王子也一并带走了 临死之际 王子不甘心的对男爵说道 人类都是自私的 而你并不是人类 早晚会被他们抛弃 这句话看似是在挑拨了一件 可也预示了下一部剧情的内容 公主和人鱼这边 两人虽然不善表达对彼此的爱意 可经过简单的手掌接触 双方就已经深深的完成了新的交流 看着死去的公主 一直以为自己没有泪线的人鱼 第一次流下了眼泪 而为了不让黄金军团危害人间 小美直接从男爵手中拿来了王冠 便用火把她彻底溶掉了 也就是说 这批黄金战士将会从此彻底长眠 永远也不会醒来了 搞定黄金军团后 众人在外面碰到了长官阿突 阿突本来还想批评一下众人的私自行动 可男爵直接带头表示 我们要辞职不干了 这下开始轮到阿突懵逼了 毕竟这几人可都是宝贝呀 男爵没有理会阿突的挽留 而是盘算起了一家三口的美好生活 可小美却突然告诉男爵 她怀的是双胞胎 快乐加倍哦 男爵则一脸震惊 毕竟她可是刚辞职啊 最后电影结束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么么哒